已顧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傳記電影 9號才在美國剛剛上映沒有多久 但卻惹來許多負貧 電影中描述了賈伯斯 對自己和前女友所生的女兒 屈萬中氣 不但不承認女兒是自己親生 甚至還拒絕支付任何善雅費 遭到蘋果員工和賈伯斯的遺孀 痛批這部片的真實性 而電影也將賈伯斯塑造成 一個冷酷無情的好豆粉 面對電影負評編劇自欽 不過電影到底有沒有誇大賈伯斯的私生活 還得看影迷後續百日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